投出热情 让动力源源不绝 继续来看这位也非常热爱他的工作 继无保存后第三位台湾人 获得世界面包大赛冠军 他喜欢烘焙 高中就休学到食品厂打工 做台式面包十年小有名气 每当研发新品 没日没夜 还亲自寻找在地食材 而为了研究欧式面包 他放弃原本高兴 进入一间欧式面包店 当学徒 重新归零 其实蹲迪是为了跳得更高 终于扬明国际 但他也不忘本 持续提升台式面包 焦黄饱满完美烤色 正正小麦香扑鼻而来 剖开细看 镶嵌在粉色内层的果干与核桃 如同宝石般 散发着世界冠军的耀眼色泽 这个全部都是苗栗大虎产的草莓 苗栗大虎产的草莓 对 然后再来它的水分 大概抽掉百分之三十三左右 所以它是一个半干式的果干 选用半干式果干 保留草莓原来的风味与香气 继吴宝春与王鹏杰之后 入行资历二十年的陈耀逊 是第三个为台湾拿下 世界冠军的面包师 2017年在法国的世界面包大赛 靠着这款冠军面包 打败十七国好手 台湾有很多很棒的食材 一方面可以让平成 其实是对于草莓 本来就是不陌生的食材 那他吃到一个很特别的主题 草莓做成果干 而且是在面包里面 手感面团创造出绝佳口感 陈耀逊的面包除了美味 还有一份在地情感在里面 真的是抱着着去发掘更多 台湾的农产品 或者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食材 把它运用在面包上面 因为这是我们要走出台湾 去国际比赛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何做出属于我们自己 台湾特色的面包 上头的图腾 祥诗献瑞 来自故乡入港的庙宇文化记忆 陈耀逊将台湾特色 搬上国际舞台 在拿到世界冠军之前 他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 面包师傅 而且还是从传统的 台式面包学起 因为我高一结束之后 高二就办了休学 那休学之后就先到食品工厂去打工 然后接触到烘焙之后 就开始一直学面包到现在 国小毕业拿的是县长奖 陈耀逊升上词礼国庄后 因为适应不良 对念书失去兴趣 未来也没有明确方向 休学还是趁父亲出国 拉着母亲偷偷到学校办手续 哥哥姐姐都是高材生 那爸爸是想说 想要让我知道 如果不继续升学 提早进入职场 其实会是比较辛苦 所以我就一个人到高雄 当然在还没有收入之前 就是先住在公司 即便日子过得客难 陈耀逊依然没有想 继续升学的打算 反而找到生活中的乐趣 面包因为它有效 所以面包师傅 每天在做面包的时候 都会因为不同的温度湿度 去调整做面包的方式 这对我来讲 我觉得很新奇 泰式面包的路 我其实算是蛮平稳的 我退伍之后 换到台中去学习面包 那大概是三年的时间之内 我做到面包主厨 十多年前 一位烘焙主厨的月薪 大约四至五万元 不少后辈都要尊称他医生 阿药师 然而陈耀逊却在此时 做了一个令人跌破眼镜的决定 有一个日本师傅在台中 开了一间面包店 那他是有做 我们认识当中的欧式面包 或者是说可送面包 或者是一些比较日系的面包 在市场上其实非常少见 那偶然我看到他在真人的这个讯息 只是我这样说心里面 稍微挣扎了一下下 是因为他真的是学徒 放下十年资历 将一切重新归零 陈耀逊只花了两天时间犹豫 我记得我当时 跟我的父母亲讲了之后 我父母亲只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自己知道我会做东西很少 可能我只会做面包 那如果我只会做面包这件事情 我就希望 我不要输人家太多 甚至于是赢过人家 目标坚定不再是当初的叛逆少年 陈耀逊的改变 让父母感到欣慰 也获得家人的一致支持 动作纯熟 台式面包路走得平顺 欧式面包却充满挫折 光是最基本的法国肠棍 陈耀逊就学了两年 越单纯的东西其实在做 或者是在风味的呈现 它就是越困难 从这么小的一个面团 可能搓到我们要的公分数 那如何让它在烤焙之后 可以呈现酥脆的口感 或者是粗细一致的外形 这个是当初挖了 比较多时间在磨碎 师傅会跟你说 把面筋搓紧实 那何谓紧实 就这两个汁 你要自己去体会 每天做嘛 那长达两年嘛 那当然每天做完 就回去会再回想一下 到底是哪一个环节 没有做好 经过72小时发酵后的成型面团 准备送进烤炉 对陈耀讯来说 每一根发棍都是与自己一次的挑战 承袭日本师傅的职人精神 不妥协任何一个细节 你如何让你的长棍 每一次它都是有一个漂亮的外形 它都是有一个稳定的长度 那如果要以一个师傅自居 我觉得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可能你今天做十只 你至少十只都要是一样的 觉得一根好的发棍 应该是要呈现一个 气孔大小不一一致的 一个组织状 这个会关系到我们咀嚼当时的口感 中午用餐时间一到 人潮纷纷涌入 新鲜出炉的面包 不一会就被抢购一空 虽然大部分客人 都是冲着世界冠军光环而来 但对陈耀逊来说 比赛不过就是验证实力的大好机会 每天依旧与在身边多年的老员工们一起 享受当一个面包师傅的快乐 厨房里只会坐镇 每天都有数十款面包等待出炉 陈耀逊去年结束在高雄开了七年的店 今年北上重新出发 每一天都是拿命在拼 看在竭梨多年 同为面包师的太太李星慧眼里 心疼不已 我们这家台北店刚开的时候 他也是每日每夜的一直做 一直冲 回家洗个澡又要来店里了吧 他不休息其实大家都不敢休息 然后大家就跟他一起拼的 所以像我跟他讲说要休息 他其实也听不进去 然后我甚至还带给他父母 带给他哥哥 就跟他说 可以跟阿姚说一下要休息吗 面包它其实是有酵母 每天都比它很活 所以每天如果都能够把它驾驭好 我觉得每天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成就感 稳扎稳打二十年如一日 从作学徒到现在 陈耀逊的双手未曾离开过酵母与面团 过去为了从台式转为欧式 不惜归零重新学习 而当两者都达到顶尖 拿到世界冠军后 他却对面包有了新的认识 以现在来讲 我觉得我不会去把我定义成是 欧式面包师博台式面包 我希望 就像我每天在做的品质 我会希望我做出好面包为目标 好吃的面包为目标 将陆港家乡的特色小吃面茶 结合欧式的维也纳面包 口感尽意外的合拍 陈耀逊总是能不断迸出惊喜 吃片我们入港的面茶 跟义式的奶油霜做一个结合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 维也纳的一个内线 其实这个产品 在我自己的心理构思的话 应该至少有五至六年 经过大概一个多月的测试 然后完成了这个定案的这个馅料 后面如果有更多的 面包师傅一起做 那其实也是好事 就更多消费者 可以认识这些 台湾的乡镇人才也好 或者是农产者 经典的台式面包花生夹心 选用云林在地花生 颗粒分明香气四溢 它的香气很浓 现在就闻得到 而且它的颗粒是不像 一般传统面包粉来的这么细致 这个颗粒也是我们去传摸出来的 这个东西它存在很久 并不是现在才有运营就要花生了 只是以往我们可能比较少会去注意到它 是借由面包它是一个媒介 传递给消费者 我觉得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为了面包食材直探产地 全台湾跑透透 陈耀逊的职人精神与烘焙技术 还被日本知名的面粉大厂向众 做了一个联名的合作 那它在包装上不管是在日本或者是在台湾 包装上都会印上是2017年世界面包大赛冠军 陈耀逊使用 不管是日本也好或者是亚洲或者世界 其实大家都可以更容易看到台湾的烘焙水准 我带包子 那今天主要带的想法 受邀赴日本分享技术交流心得 陈耀逊靠着坚持到底 与不断突破自我 拼出自己的面包人生与世界冠军 认真每一刻 人生就会精彩 稍后来看另一位老板 也爱创新 更喜欢传授经验教人创业 我从来没有想到要做弦派 因为我以前失败过 你看我现在弦派 连阿公阿嬷都会喜欢吃 我的观念就是 我们所学的东西都是跟别人学的 然后人家天生就会 以前几乎都是 也没有想说未来会怎样 只有一个 每天都固定就享乐 我就无所事事 那有同学有朋友来 渡到就喝 所以后来就未就出问题了 现在就是食材尽量能接近 原始的风貌的 天然一点的